大家好,我是坦评书,带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9月15号 这一期咱们聊一个有意思的文章 这个文章的标题叫 人大报告显示 相信遥遥领先的人 多数处在社会底层 这个人大指的是人民大学 说人民大学应该是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社会底层人士更加相信遥遥领先 这个以前咱们总是说 网上大家随口就来 说这些小粉小红正能量 都是什么低收入低层 那都是大家嘴上说一说 今天竹然还真二八斤有份报告 所以说不得不重视一下 这个文章是一个叫尼德罗的 它是9月13号 应该是在这个公众号上发表的 我们看它是怎么说的 它是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调查于数据中心 最近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 名为全国公众科技创新认知度调查报告 这份调查报告覆盖了全国31个省市区的341个城市中的各年龄段 各职业群体有效调查问卷超过3000份 报告很长 笔者选了一个自认为十分关键的统计数据 也就是说这个报告里面它选了一部分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受访者如何看待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他说啊 其实啊发展与安全从来都不是对立的 但今天的中国社会二元论非常有视察 除了发展与安全 还有国企与民企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 中国与西方等等 这种思维一直万善追溯 也许追到阴阳学术 还别说啊 最近几年的确是中医大发展的时期 这个中医的你要穿透的话 它底层的就是阴阳学术 哎 你什么玩意都给你弄个阴还是阳吗 他说啊 那么就是看待安全和发展的关系的呢 首先我要说一下 安全和发展 它既不能简单的对立起来 对吧 你要注重安全 就可以牺牲发展 然后你要发展 你就得牺牲安全 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对立 但同时啊 它确实也有些互相相矛盾的地方 所以说要全面的 辩证的看待安全与发展 不管是咱们 美西方他们也一样 对吧 他把安全放在前面 安全和发展 两者都要兼顾 有的时候安全和发展是统一的 也就是说啊 你发展的越好 你不就越安全吗 对吧 你经济发展的越好 你就越有实力啊 去发展你的国防 对吧 你在这个安全环境等等 你看有的时候它是相辅相成的 互相促进 但是有的时候它又 对吧 你要追求安全 那你就得牺牲一点发展 你要追求发展 你就得牺牲点安全 有的时候又有这种 所以要全面的看啊 我认为这是个正常的逻辑 就正常的思维啊 他说啊 问卷有正反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发展是安全的基础 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 这个是合理的啊 反过来 第二个是安全是发展的保障 没有安全就没有发展 说结合统计图表 笔折有以下四个发现 哪四个发现呢 它是第一个 民营企业家是最清醒的纯体 问题一里面 他们得分是最高的 有4.33分 问题二里面 他们得分是3.37分 仅次于大学教授 或科研机构学者 可见组织研究的人 和直接做研究的人 也就是在最前线 听得到炮火声的人 都认为中国科技距离 发达国家 还有明显差距 都认可 只有继续发展 才能确保安全 也就是说啊 我们翻译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 这个时候要想安全 你还得在科技上面 要直追猛杆 要发展 对吧 你只有发展了 你才有所谓的安全 否则 你跟人家是差着代数啊 我记得昨天咱们 发了个视频 对吧 是一个院士 说咱们的人工智能 就是 有媒体记者问了 为什么我们的人工智能 追了几年 跟美国还差这么多 那个院士说 这就已经不错了 足球还越追 差得还越远 所以要正式差距 然后第二个 他说反过来 无业或失业群体 是最保守的群体 问题一里面 得分最低的 就是无业或失业群体 仅有3.93 显示出 对他们发展的认可度低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中国落后 相反 他们认为中国已经遥遥领先西方 所以安全是第一位的 所以越是社会底层 越认可遥遥领先的逻辑 从人数上来看 中国的研发人员在635万 这个是2022年科技部的数据 说无业或失业的群体 因为官方没有公布 考虑6亿人 越收入在1000元以下 他们数量不可小觑 二者所形成的升量 升量比差 也就十分显著 也就是说 这些无业或者失业群体 他们认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 没有安全就谈不上发展 并且他们认为咱们已经是清场式遥遥领先 而且推算这部分人数量还非常庞大 然后他第三个结论 说体制内精英有着清醒认知 但没有改革动力 也就是大家都心里有数 但是都是无能为力 没有动力 他从调查来看 胆政事业机关领导 对发展的重要性有清晰认知 他们虽然不是得分最高的群体 但也属于较高群体 看法和民营企业主基本一致 这是符合过去中国发展的基本情况的 因为过去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 优化营商环境方面 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他们为企业家保驾护航 采有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奇迹 今天这个群体的总体看法 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未来他们也许会在合适的契机 释放改革动力 也许将作为一个大的群体 平庸的度过这一生 这是第三个这个结论啊 就是说其实体制内人心里清楚 跟民营企业家是差不多 那第四个结论呢 就是中小学老师及学生群体 保守程度仅次于失业或无业群体 从得分来看 这两个群体对安全的看重远远高于发展 其实报告里还有个数据可以和这个对照 那就是18到24岁的青年 等于民企创新的认可度很低 显然他们并不清楚 今天中国真正的引擎是谁 而是一味停留在书面或宣传语境中 过去十多年来 学校日渐封闭 与社会脱节严重 教育从阶层要身平台的功能 向思想操练的功能 运速过度 也就是过度的宣传 造成了学生掌握的知识和社会完全脱节 所以他们恐怕领悟更多的都是清场式遥遥领先 这是学生啊 这个是个特殊存体 一会儿再分析 最后这个文章的作者说 他说这份报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有意思的结论 都没有体现在报告文字里 而是需要你自己去对照统计图表 进而通过思考和研究来获取 他说所以有兴趣的朋友 自己去找一找吧 但是这也许就是现实中国的写照 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与沉淀 你不能说今天中国企业家 没有一点创新动力 你也不能说体制内精英毫无改革精神 其实他们内心深处都保留了一些火种 只不过一般人不深入其中就无法叹息 这个是这个文章的作者 他是根据这个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调查数据中心 发布的一份叫全国公众科技创新认知度调查报告 他跟着这个报告谈了自己的一些感想 得出一些结论 他这个结论就是相信遥遥领先的人多数处在社会底层 文章通过两个问题 也不是这个报告通过两个问题的调研 两个问题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第一个问题就是发展是安全的基础 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 第二个呢就是安全是发展的保障 没有安全就没有发展为什么对这个问题 不同的群体看法差异这么大 所以这个我来谈一谈我的看法 就是咱们先抛除那些什么洗脑宣传 那些只是原因之一啊 对吧 我们要说一说就是这些教育宣传这个之外的 还有哪些因素决定了 为什么越低层的人他反而越重视安全 这个是我们要去探讨的 对吧 把这个教育宣传这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先放一遍 中国有句俗话叫不单家不知柴米油盐贵 所以你看这个报告他很明显的就揭示了啊 甚至比这个大学教师科研机构的学者 他更加就是认可发展是安全的基础 也就是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啊 民营企业家是最清醒的群体 为什么呢 对吧 原因之一啊 就是不单家不知柴米油盐贵 因为民营企业家他是要干实事 刀下建菜 每天一开门就是钱 没有钱蹭步难行 没有钱就关门 所以民营企业家他觉得盈利 对吧 他要赚钱 盈利也有几个因素制约他 一个就是技术 对吧 你既不如人 那你在市场竞争中啊 你就被人淘汰 你就失败 对吧 你叫关门破产 对吧 这个是切肤之痛啊 你既不如人 对吧 人家都搞三纳米 搞的是二十八纳米 或者七纳米 你也没搞出来 那你跟人竞争 你竞争不过人家 这个道理非常浅显 第二个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钱 为什么说发展 发展不就是要解决物质基础吗 为什么把发展放在安全前面 说发展是基础 就是离开钱 你什么也办不成 对吧 你首先有你的物质条件 对吧 说话说就是你国家 你得有国富啊 民墙啊 没有钱哪来的安全了 所以你看 对发展这个民营企业家 他认识是最清醒的 所以我们反过来再看 第一端认识啊 第一端认识 他都不知道钱是什么东西 就是他没有 他没有掌握过钱 我说掌握钱 不是掌握自己的 是掌握这个整个的 你没有管过一个公司 对吧 你没有管过一个什么部门 或者是科研机构 他不知道钱的作用 他就不知道这个钱 困扰这个 一个企业发展 他也不觉得 好像怎么恒大就爆雷了呢 没有钱 为什么就一下就爆了 我恒大一爆雷 会导致房地产都爆雷 他理解不了啊 就这些低端认识 他在家里 他都不是单家作主的 他都不是一家之主 他不为钱所困 这个不为钱所困 指的是 就他本人啊 恐怕是为钱所困 但是 他不用为他家里 或者为一个企业去操心 一推开门 早上一开门 你多少万就出去了 对吧 你记得要花钱 那你天天记得想着怎么去赚钱 广开财路啊 你广开财路 跟民意企业一样的 你马上就遇到技术问题 对吧 技不如人 打不过人家 竞争不过人家 败下阵来 公司要关门 哎 他就焦虑啊 但是你想 低端人士 根本接触不到这问题 这就不是他的问题 他只考虑他自己吃饱了 自己好像下一顿又着落了 不饿 所以他体会不到 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对吧 你说发展 从他的角度来说 反正跟他关于不大 他不会直接获益 他就是间接获益 然后他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 就是反正发展 我也得不到什么太多好处 都是你看马云 刘强东啊 马化腾这些人 赚得盆满 钵满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无良资本家 把钱赚走了 无良的富人 把钱赚走了 反而他会产生一种叫 不混寡 而混不均 所以他就会选择 安全 大陆发展 而且在安全的名义下 他可以做很多事情 来实现他们所想象的那种公平 人人都一样 当然这属乌托邦啊 那么年轻人呢 我刚才说了 也就是他的第四个观点 说中小学老师 及学生群体 我想说的是学生群体啊 因为他们还没走上社会 他也不属底层人士 这个年轻群体 他是对未来抱有幻想 对吧 他跟他这个接触的知识面 跟学校里接触的东西 密切相关 就是跟教育 然后他有一腔热血 同样的啊 因为他不当家做主 他也不知道钱的重要性 也不知道发展的重要性 他也不知道科技啊 差距到底在哪 有多少 他有一腔热血 所以他更加相信 厉害了我的国 相信大国重器 甚至啊 他们也相信这个三折叠 就是遥遥领险 你看三折叠盖 盖泡面 他意思能盖两桶 哪个手机能做得到 最近我一聊这个三折叠啊 那个油管上面 老有那个菊花粉跑来留言 也挺好的 我正好把它拉黑 我每次这样一谈 就有人留言 每次都要拉黑 所以我要一直谈到什么时候呢 就谈到 我再谈这个三折叠 没有这个菊花粉留言为止 对吧 我要把这个菊花粉 从我这个粉丝里面挑出来 给它全部拉黑掉 一个三折叠 嗨成奈啊 你不是有病吗 有人说 你有没有用过三折叠 拼啥评论呢 那问题是三折叠 它一共在卖多少台啊 只有用的人才能评论 那你这个逻辑 那咱们没去过美国 那个白宫 对吧 我还没去过莫斯科 也没去过巴黎 那这些地方 我都不能评论 好吧 即便是按照这些菊花粉所说的 你没用过 你就不能评论 那你看看那个红衣教主啊 周红衣 对吧 那个好像俞春冬吧 给了他一台三折叠 那个周红衣 他的评论就是 发现三折叠两个好处 一个是打电话的时候 可以掩盖尴尬 可以把脸挡住 第二个好处就是 依次可以盖两桶泡面 这就是什么科技创新 硬件创新 什么操作系统创新 软件创新 应用创新 周红衣 执子媒体 无力吐槽啊 也就是说这个正能量 消粉小红 就是这个低端这个群体啊 他已经到什么地步了 就随便给个什么东西 他都能嗨起来 现在出这么一个康奋状态 然后不容批评 你不能说 对吧 他可以嗨 你要一说那就那你是酸 那你是就诋毁 所以欢迎花粉留言啊 还要说这个年轻群体啊 就是学生 学生有这个想法一点都不奇怪 而且也不足律 没有必要担忧 就他只要一毕业走上社会 对吧 他总会接触到方方面面 当然也有一部分啊 就沉沦 变成社会底层 那他就变成一个 硬实的铁杆的夹头粉 但是我想啊 很多人呢 通过社会的这个磨练 通过这个现实的这个锤炼啊 挨了铁船之后 他会越来越清醒 只要他思维正常 他就会知道问题出在哪 他就知道迎头赶善是多么重要 他就知道发展是最重要的 发展是硬道理 因为这些结论啊 不难得出啊 刚才说了 你只要正常的九年制义务教育 都能得到这个结论 所以年轻人随着他走上工作岗位 随着他所处的环境不同 就开始分化 对吧 有很多人就和民营企业家是一样的 他就认为发展是基础 不发展更不安全 而沉沦到这个夹头粉地步的 更加必塞 更加需要刺激 更加需要嗨 所以你就得定期搞这种三折叠这种东西 这个三折叠啊 就相当于那个吸粉的人的粉 对吧 你搞一个出来就行了 他就能嗨一阵子 你看连夹头老师都嗨 很可惜啊 人家看不上他 没拿他当回事 样机测试机都没有送给他 主要也是人家怕了这个夹头定律啊 但是咱们话也说回了啊 就华为啊 他搞这个三折叠 其实没毛病 但是啊过度营销 加上这些水军 加上这些黄牛 这种过度炒作 实际上会反噬他的品牌 对吧 作为一个手机厂商 他搞一个高端手机出来 或者搞个叫奢侈品出来 也没什么毛病 有人愿意买 有人愿意花这个钱 但是咱们要说清楚 奢侈品就是奢侈品 对吧 高科技就是高科技 从来没听说过 高科技奢侈品 换种话说啊 换种说法 就是高科技和奢侈品 愈何熊掌 不可兼得 高科技的 他一定是淘汰 迭代啊 更新啊 苹果更新慢 大家都批评他 对吧 你15跟14没区别 14跟13好像也没什么区别 这回16好像跟15 反正国产呢 就是这个大陆版的 反正没什么区别 据说海外版的有区别 里面加了AI 是真正的AI手机 也就是说啊 你看 苹果他迭代慢 大家他还批评他 既然啊 相信11领先的人 多数处在社会底层 那像夹头这种人 他就掌握了流量密码 他就知道怎么样去忽悠这些底层的人 他知道他需要什么 他们需要的就是 对吧 你得证明 咱们是各方面都领先 各方面都在超越 因为咱们各方面都在超越 各方面都在领先 所以你还不能批评 你不能说不好的地方 你要说不好的地方 那不就是不领先了吗 没有超越吗 这不是否定吗 所以你看啊 小粉小红 正能量 他是坚决看不惯你批评 你只要一批评 他就说你是恨 他也不理解 什么叫自我批评 所以你只要一说不好 或者一说这些负面的 马上你就是唱空 你就是恨国 你就会被骂 而夹头这种呢 对吧 他就可以驾驭这种流量 因为他知道他需要什么 他知道他们的这个情绪点在哪 一点就找 三农专家 卢教授 都是这样的 还有薇薇老师 你要说啊 这些底层人士 怎么样 他的认知会提高 这个实际挺难的 因为他的地位 他的角色决定了 他的认知是没法提高的 他会自己给自己构造一个信息检防 就像迪宝老人一样 就他到现在 他就认为俄军是最厉害的 俄军打着这个小乌 北约落花流水 因为他每天接触的信息都是这个 都是国防部给他的乌军被剿灭多少 这乌军里面有大量的北约的士兵换了衣服 如果这个乌军取得胜利 这个实在是隐瞒不了了 那就是北约啊 拍了大量的部队 进来直接跟俄军作战 所以导致俄军实力 那北约多少国家呢 对吧 就这一起 有40多个国家 咱们俄罗斯是跟40多个国家作战 对吧 这个莫斯科号船船被继承 要么就是烟头 要么就是美国继承的 他是不可能相信是乌克兰继承的 迪宝老人很难知道前线实际情况 所以迪宝老人才会亲自给前线的五个旅长打电话 问题是这些旅长可能会告诉他实情吗 报喜不报忧啊 所以迪宝老人就陷入一个怪圈 感觉钱花的越来越多 人送进去越来越多 然后拿到的国防部的战果也是越来越大 剿灭的乌军和北约军队以及装备越来越多 但是同时啊 战场上没有任何变化 完了乌军还窜到库尔斯科了 所以他理解不了啊 迪宝老人都有信息减房 就不要说这些低端人士 社会底层人士 实际上他们某种程度上是 抱团取暖 因为他在这个市场经济中啊 没有办法充分的展现自己的价值 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这为什么是社会底层啊 有的人说啊 因为他们笨啊 有的人说他们没有后台 他家里没有背景 他穷 实际上都不是的 能夺为社会底层的 一般的都是自我放弃 在这个市场经济中啊 他受到一点挫折 或者是走的不是太顺 然后他就放弃 他一旦放弃啊 他把所有的责任归咎于社会 都是别人的错 不是他自己的错 你想啊 你怪社会 社会变不了 你怎么怪他还是这样 完了他放弃了 因为都是社会的问题吗 不是他认为他没有问题 所以你看他好像挺努力 你看他好像挺迈进 挺卖力的啊 但是他就没办法改变自己的现状 他一直在底层沉沦 你看他总是在抱怨社会啊 他即便自己努力 他也不得要理 他从来不问自己 有什么问题 对吧 你天天跟着家头后面 你能好得了吗 所以啊 这些社会底层人士啊 他在这个竞争中 由于自身原因 而被边缘化 得不到社会认可 也得不到自己认可 得不到身边人认可 所以啊 这么一群人 他需要抱团 哎 好像突然找到了这个组织了 对吧 这个团结在家头的这个周围 找到了共鸣 找到了共同价值 我们的问题 都是民营企业导致的 都是这个啊 过于资产流失 造成这些富翁 把我们资产侵吞走了 如果啊 把所有人创造的财富 放到一起 然后平均去分 那这些底层人士 他肯定多分啊 肯定占便宜啊 这就是他梦想的 平均主义 所以他们要搞集体啊 就是把马云的钱 真正的拿过来 大家一分 除以14亿 多好啊 所以这样的人啊 他就越来越极端 越来越固化 就是他更没有办法往上走 形成个阶层固化 说来说去啊 都是自身原因 自身的认识不够 过于找外界的原因 这个我们不是说外界没有原因啊 就不是说外界没有责任 外界有责任 但是你改变不了 那你就应该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力所能及的就是改变自己 立竿见影 但是呢 低层人是社会底层的人 他不会这么想 你会发现社会底层人 更多的就是杠筋 固执 无忧来的自信 真理掌握在他手上 标准也是掌握在他手上 所以你要在生活中 在工作中 遇到这样的人 最好的办法是绕着走 进而远之 在网上遇到的 那就是互相拉黑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